我可以讲一下吗 因为都已经写脸书了 为国会扩权事件 结果朝野攻防 记者想提问 国民党立委翁晓琳 最后才勉为其难 站定受访 约被无似要点名 和黄国称 吴宗宪成为 违宪三宝 在我们这些专家的面前来看 确实是不够格 那么我们都很有修养 他三番两次的 不断的就指责我们 那好像认为我们是没有道理的 翁晓琳请帮你的话 回敬你自己 在法学博士们之前 班门弄斧 强词夺理的就是翁晓琳 这就是你在宪法法庭上 不堪一级的表现 汉立委吴思瑶 持续隔空互杠 翁晓琳更自比是专家 称自己跟黄国昌 吴宗宪是法学博士 直言民进党问证 无法理性讨论 但这一番话 似乎再度勾起大家回忆 请您了解 直询他是个上对象 我们已经包容你们太久 我就是比你大 怎么样 欧晓琳多次言论引发争议 就连党内同志都多有反弹 被大法官耍了 还在为他们歌功颂德 真是笑死人 笑死人 笑死人 炮打大法官成为兰英党团共事 甚至也拟开记者会向国籍发声 被律委参与笑称 丢脸丢到国外去 把台湾成为世界民主支持 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 立法委员的职权 就是来自于宪法 难道遵守宪法这件事情 还可以自助餐吗 即便国会扩权法案 视线结果出炉 蓝白表态立抗绿营 是为反而反 还是要发挥监督力量 民众心中自有答案 下期视频 郭斯文 越管台报导